台本男子桌球明星邀请赛进入最后一天厮杀 两场准决赛的胜者就能挺进冠军战 拥有地主优势的庄志渊迎战奥恰洛夫 重演伦敦奥运的同牌对战戏码 奥恰洛夫刚登上欧洲球王 而且生涯对战小庄又有五胜零败的优势 只能说现在正在势头上 前两局双方战成一比一 第三局庄志渊拿出球胜气图心 连续靠着两次大角度杀球 让奥恰洛夫回击出界 十一比九抢下第三局 关键第四局 只要小庄赢球就能抢下听牌先机 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一路站到八比八平手 接下来庄志渊展现强攻气势 用强力战牌压制对手拿下超前分 接下来又打出这个大角度回击拼得漂亮 造成对手回击出界 这局庄志渊连下三成 十一比八抢下 顺利取得听牌优势 第五局尽管奥恰洛夫率先拿下局点 有望延续战线 但被庄志渊硬是逼成Deuce 反倒还逼出了赛末点 十一比十的情况下 三个反拍来回后 庄志渊拿下地尺二分 中场四比一挺进冠军战 另外一场准决赛由瑞典老将皮尔森 对决日本一哥水谷准 尽管皮尔森开局状况火烫 十一比七拿下开门红 但水谷准马上找回手感 十一比七十一比二连下两成 后来居上 第四局水谷准在十一比八上出 取得听牌优势 第五局摊游一下子取得十比五的大普领先 眼看大势底定 双方干脆决定娱乐观众 这一球两个人拉起长球 转手围攻的皮尔森 从后场打到前场 抓起行机放短球 让水谷准回防不及 打了三十六个来回才分出高下 获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日本一哥最后以这个幸运削边球 十一比八拿下赛末点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跟对手致意 但这一分还是得照算 水谷准四比一挺进决赛 将和庄志渊在冠军战碰头 我来提供红瑞红在紧紧中的报道